又是美好的一天 趕快起床囉 可是睡也輕鬆 起不來 超冷 好累好想睡 算是明天美好的一天吧 好久 彈球 你要不要說好 我要 小妹妹 太羞喔 這個手在幹嘛 小洞瓜 小胖也是我的錯 那到底是齁 那你要用小洞瓜 只是用小胖 不想搭招 沒有人陪我玩 搭招很累耶 拜託 好想睡覺 你想上課 希望好快下課 拜託拜託下課 等一下我給你材料 你去嘗試 然後你把你的紀錄寫在 行錯上面 因為這個電路比較不穩 咦 這比較配 我們從打索皮球 來洗遊戲 謝謝 我的筆球超好玩 好棒啊 就算被打到也很開心 帶領小朋友介紹 我們挑選了大概十幾個的學校 比較特殊的不一樣的 分別都不一樣的樹木出來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把樹木的葉子摘下來 現在先介紹之後 等一下會讓小朋友去根據他手上的葉子 找到他的樹木 好可愛喔 我被兩個穿著 穿幾個了 完了 臭哥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學校 它先出了一個很好的結果 原來都是在地 可是最近大概這幾年來有一些改變 所以人數裡面 學生人數裡面 大概有四分之一是原住民 那四分之一是新住民 現在整個社會的結構 就是都市化少子化 那人口確實有減少 這個學生數確實是有減少 很多原先在性能服務的同仁 那他們有些是異動 有些的是 他剛剛說的是 外星人 有些是 外星人 輸入 回到景物 還是一樣快樂的大家 無論是不是 因為 她沒有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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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完美MB嗎? 錯了 上課囉 親愛的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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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你 讓我們來到這裡 讓我們來到這裡 一起寫功課 一起寫功課 剛好在這個時候呢 看到社會上很多一些弱勢的 立堅老師是一位非常有愛心 而且她是一位非常有愛心 而且她是一位非常有愛心 一個老師 來幫忙教養這些 弱勢家庭的小朋友 專責的老師來負責 答應她 然後就馬上就上場這樣子 好久沒見 好久沒見 我自己做得很好 好久沒見 好久沒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